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这改变还挺大 虽然我现在只作为宗教更为节课 就昨天刚上了 但是就 我当时在我们那个群里面 当时老师还没有进来 我就悄悄跟他们说 大家不要紧张 畅所欲也在那儿小班课 但是回想到 我自己当副选的时候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早就听过张明老师 是一个非常得高望重的老师 然后看着他 我当时就 自然而然产生紧张的感觉 当时有很多的话想说 有很多的言小发 但是我就摁住了 就是说 老师说一个点不起来发言 我可能会说 但是如果让我们自由发挥 我可能就很含蓄 在那儿就不说话 但我现在觉得真的不要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太难了 不要说张老师 这样一位很厉害的老师 其实在北大 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教授 很多的老师 甚至很多的同学 这样的相处经历 都是非常非常短暂和难得 一定要抓住一切的机会 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你愿意说出来之后再后悔 不要愿意没有说完后悔 大家也是这样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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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